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中有人分享怀孕期间仍得处理繁重业务 霍怒哄丈夫在太太怀孕期间仍无所顾忌地聚餐喝酒 拒绝娘家帮忙 探讨婚姻育儿生活也洞见社会现况 讨论度随之升高 也在各县市市立图书馆掀起预约潮 截至十三号上午台北市预约人数达七百七十人 新北市八十人 桃园市一百六十人 台中和高雄市则有五百三十和三百三十六人 一输难求 却发生插曲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图书馆粉砖小编 发出图文分享校内预约人数只有零人 还说教职员们婚姻关系良好被网友骂翻 说借数的人不代表婚姻关系不好 或以借数量诠释他人的婚姻关系并不恰当 掀起争议后粉砖已经更改贴文 并在留言区表示接受所有指教 专家则表示虽然po文有瑕疵 但有道歉也让各界有机会 更认识性别意识及尊重平权 华氏新闻曹生秋荣庆台北参访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